第四章 四番跑1650 当然是泥地赛逝 近期泥地赛方面 似乎有回复前置马比较好 太后上马比较一般 就以最近的头马为例 乐多福、奇风 当然在部速方面也会赚一点 加上金斯雷将和异性相级 前段都放下了回来也能支持得到 明天的日赛、泥地赛 是不是会比较来前置呢? 所以选了7号的加州名进就首选了 今次在草地不论1400或1600 都有四番赛逝 它转过来泥地似乎有点深思 我们打开我叫目录血统简屏里面 某些给我们的资料 都有提及到这只加州名进 武器方面有泥铁色彩 而前一场这只加州名进 在061的场合12月1号的赛事 属于前置马当中 表现最好那一匹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 可能会用力 因为那场的标之王者 七宝全部都是后赏的 用力上一次就跑田祖千六位 10月20号 正正上一次的A难 就不太利放草地 所以可以当它回气 又或者蚀了跑法 过来泥地换到赔率 112磅 放一层加气上去 放得自自然然 不要捉得太死 我觉得这个加州名进 在这组里面会较好处 佳印 安抚 南庄瑞宝 好运 这些都是中智型的后商马 如果泥地大利潜领 这个加州名进 就可以有权偷鸡 当然现在要估 安抚就一定是后商 假如逆转的偏差 在贴纸上可以先包到 而这只安抚上一场 也可以当它没有跑过 经常要说泥地 也要说起动 现在在最后四的位置 那只就是安抚 而第三位那只就是跑得威 两只马其实这一场 都蚀了起动 泥地短直路之余 除了不是进直路 放正泰先来追 所以 漫步速 外面一直冲 步步侧的劍列锋 或者高枝远竹 回来就跑到二三 而你看看这只安抚 现在在最后四的位置 进直路前面 一蹦墙 跑马撞墙 没用的 踢球才有用的 高枝远竹就撞它 再找入面 塞沙夹夹之后 这只后四的马 已经失去了 momentum 最后八几二百米 距离奇风 六七个马位 难追 那只马是有势 当它这场没用力 今场如果是正常的泥地 它有得起动的话 我相信三甲仍有机会佔一直 而另外第三选 爆的跑得威 刚才那条片 它一直困手在内南 都没什么发挥过 虽然是输得远一点 我知道 但正因为这样 上一场的 last 拼搏的力量不多 看回它前一场 在10万泥地 都是赢你安抚和南庄税堡 而且泥地 放在前面走 而直路走内南 比较绝脚的地 测重点的场地 是没那么好的 当日外面那些 是很贵的 始终这一场 雷神就发挥到 跑得威的起动 回到人家 一路顶着你的安抚 哪里断了 都没用安抚 追来不到 所以如果今次排外档 没什么捕捉 加着明进放 跑得威实档 一路走着二碟 我觉得它的大步均速 都可以占一直 所以前战马里面 我又包了跑得威的 南庄税堡 上一场 同一只安抚 都在里面困困塞塞 没什么用力的 所以三十一这一队 就后上马 七八跟前 希望这四个 就包到第四场 的赛事范围